第581章 有其父必有棋子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天魂控星石的来历 楚行云很是清楚 此时 乃是邪物 《易宝录》中曾清楚提到 天魂控星石并非真灵大陆之物 来自神秘莫测的域外之地 其通体呈星红颜色 散发出邪恶诡秘光滑 但凡接触此光的舞者 都会被迷惑星神 控星便是掌控星神 只要能彻底炼化天魂控星石 就能够依靠鬼秘之光 完全掌控一人的星神 使其成为奴仆般的存在 对他人言听计从 在千年岁月中 楚行云多次听说过此时 不过 他对天魂控星石 却并无兴趣 只因但凡接触过天魂控星石的人 无论掌控者 还是被奴役者 后果都极惨 轻则疯癫 重则生死 尤为的邪乎 身为十大武皇之一 当时的楚行云 实力极为强横 根本不屑 使用这种手段 况且 此时的确协议 他也不愿过多接触 难怪当初九寒宫 想尽一切办法 都要将刘湘 带到九寒宫 甚至不惜以命威胁 原来 他们早就 布置好了一切 楚行云面若寒霜 阴冷到了极点 昔日 林兵里展现出 绝强实力 威胁水流香 前往九寒宫 否则的话 就灭杀楚行云 将所有人都 涂入一空 如此举动 即便能带走水流香 也会让他 对九寒宫心生憎恨 但若是有了 天魂控心时 结果却大为不同 只要九寒宫 彻底炼化 天魂控心时 那么就可以依靠 此时 完全控制 水流香的神智 让他生不出 半点反抗之念 成为九寒宫 最忠心的奴仆 除此外 楚行云对九寒宫的 绝寒血液 也颇有认识 绝寒血液 孕育于万载冰川 是九寒宫的 无上至宝 若是能将绝寒血液 炼制成九霉血针 封住水流香的 九大学窍 就能压制住 九寒血脉 使其难以爆发 但 这一过程极为痛苦 常人无法忍受 而且 一旦将血针 刺入血窍 每一次催动 九寒血脉 水流香都要承受 无穷无尽的痛楚 这痛楚 足以致命 而此时此刻 水流香的体内 融入了天魂控星时 被九寒宫掌控了心神 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简直如同灵魁 哪怕这种痛楚再致命 他也不会心生反抗 更甚者 楚行云在心中觉得 水流香在九寒宫的地位 比灵魁还要低微 灵魁 功聚也 舞者催动灵魁 完成各种工作 此后 便将灵魁收于储物界 绝不会对灵魁大声辱骂 更加不会出手发泄 可刚才 叶千寒不禁辱骂了水流香 还多次出手边基 以此发泄自己心中的怒火 其手法之娴熟 绝非是第一次 由此可以看出 水流香在九寒宫的这两年里 受到了多少折磨 咔嚓咔嚓 楚行云握紧了拳风 发出一阵闷沉的鼓爆声音 九寒宫的举动 太残忍 哪怕是陌路之人 他都会因此 感觉到心颤 更何况 受折磨者 是他的此生挚爱 刚才他藏匿在黑暗中 每一分 每一秒 都是折磨 比经历死亡还要难受 若非此处是柳家 他绝对会发狂般冲出去 将叶千寒当场凌迟 九寒宫 在不久以后的将来 你们绝对会为今天的举动 而感到深深的后悔 我会让你们知道 身在地狱 到底是何种感觉 楚行云的眼中透出血盲 那肆虐在内心深处的仇恨之念 逐渐平复下来 唯有一片阴冷 淡漠 若是在上一世 但凡对楚行云有所认识之人 一旦感受到这股气息 他们的心神就会疯狂震战 散发出深厚的恐惧之感 霸天武皇 一怒泻千脸 而这股气息 已经不能用愤怒来形容 他必会杀得天昏地暗 扑湿如山 哇 这时候 楚行云突然感觉到了一股隐晦气息 从不远处出现 正朝此地掠来 还有一心 楚行云皱眉 下意识想到了城府极深的叶千寒 当下便催动黑洞重剑 进入黑影状态 很快 一道身影出现在庭院中 出乎楚行云的意料 来者 居然是柳观音 柳观音身上穿着夜行衣 浑身气息收敛 如幽灵般降落到庭院内 在各处飘行着 似乎是在寻找着什么 片刻后 柳观音一无所获 也不继续停留 转身离去 看来柳古琼还是有所怀疑 特意派柳观音来这里探查 只可惜 叶千寒的手段不在他之下 早就让柳香离开了这里 楚行云在心中冷冷一笑 柳家隶属星辰古宗 他的所举所动 自然要为星辰古宗着想 柳古琼将他们留在柳家 明说招待 暗地里 却是想探查他们的实力 六宗大比 既是盛事 也是一场较量 谁能知己知彼 即可占据上风 看着柳观音离去的背影 楚行云沉吟了片刻 随即身形一掠 偷偷跟了上去 柳观音一路前行 来到了柳家深处 那里 耸立着一座隐蔽阁楼 周围还布置有诸多灵阵 机密性极高 楚行云跟着柳观音进入了阁楼 阁楼内 站立着一道修长身影 正是柳古琼 启禀家主 我暗中前进厢房之时 水流香已经离开了 如无意外 应该是在叶千寒的住处 我是否要继续探查 柳观音单膝跪下 恭恭敬敬地说道 不必了 柳古琼摇了摇头 似乎对这个结果并不惊讶 但声道 叶千寒的心机深沉 手段不在我之下 既然他已经做出举动 就算你暗中探查 也难有结果 柳观音愣了下 随即点头 同意柳古琼的说法 柳古琼叹了口气 继续说道 但凡参加六宗大笔之人 全都是万中无一的妖孽天才 不管是天赋 还是手段 都不可小觑 不过 我们也不能就此放弃 在前往宗城之前 能有所试探 就有所试探 哪怕是一丝发现 都有莫大用处 属下遵命 柳观音回应道 随后 柳古琼和柳观音 继续出言交流 只不过 他们所说之事 无关六宗大笔 而是交代柳家的战略布局 作为五大家族之首 柳家的势力极其庞大 所掌控的城池 更是不下百座 身为柳家家主 柳古琼对此 自然不能马虎 楚行云藏在暗处 静听两人的对话 越听 他脸上的冷笑就越胜 在此前 他就听说过柳家的作为 此刻听到这番对话 这才猛然知道 外界的传闻 不过是冰山一角 柳家暗地里的卑鄙行径 更多 为了谋取利益 根本不顾他人死活 难怪柳安会如此不堪 果然是有其父必有棋子 楚行云在心中嗤笑一声 步伐小心踏出 就要离开阁楼 可是 就当楚行云转身的一刹 他的耳中 突然传来柳古琼的声音 他道 最近柳孟烟那个剑人的情况如何 本章完 第582章 阴险两人 小说 林剑尊 作者 云天空 楚行云将脚步收了回来 他身上的寒意 很冷 如万古不化的冰霜 目光死死盯着前方的两人 连身上的伤势都忘记了 心神高度集中 仍是如此 并无太多的变化 柳观音低声回答 这让柳古琼的脸上露出了笑意 似乎很满意这个结果 柳古琼的父亲 名为柳问天 是上一代的柳家家主 在就任柳家家主之时 柳问天的目光远大 手段更是凌厉 短短数年时间 就彻底振兴了柳家 使得柳家成为五大家族之首 势力庞然惊人 柳问天生性风流 妻妾成群 子女不少 最为杰出者 则是柳梦焉 自修炼一史 柳梦焉就展现出强横的武道天赋 修炼速度极快 且凝聚了七星武灵 成为星辰古宗的第一天才 风头无二 虽说柳梦焉是一名女子 但她的天赋太强 容貌也是极美 柳问天就有意命她成为柳家家主 并且跟宗族联姻 巩固柳家之地位 但出乎意料的是 柳梦焉不仅放弃了家主之位 还逃离星辰古宗闹出一大丑闻 此事过后 柳梦焉不得返回柳家 而柳家家主之位 也就传到了柳谷琼手中 柳谷琼和柳梦焉 都是柳问天的子女 但双方是同父异母 血缘并不相近 再加上柳梦焉展现出来的惊人天赋 柳谷琼一直难有出头之日 因此 柳梦焉闹出丑闻后 柳谷琼极为重视这个机会 一步步走来 兢兢业业 小心翼翼 这才得到了柳家家主之位 即便过去十八年 柳谷琼也没有掉以轻心 时常关注柳梦焉的情况 生怕有一日 柳梦焉会夺走她的一切 哪怕她知道 这个可能性极小 不过 一个月前 老家主曾去洛兴渊看望了柳梦焉 两人还交谈许久 至于交谈内容 我就不得而知了 柳观音突然想到这点 立刻告诉柳谷琼 楚行云藏匿在阴暗处 距离两人并不远 能清楚听到谈话内容 此刻 她的眉头猛然皱紧 洛兴渊 是一处有名的绝地 相传在许久前 星辰古宗所在的地狱 发生过一场陨星天灾 无数陨星从天而落 引来了巨大灾祸 死伤树木庞大 无法统计 洛兴渊本是一处绝壁深渊 自陨星天灾后 那里就成了不毛之地 寸草难生不说 还弥漫着一股灾祸之气 但凡接触此气息之人 都会领海振战 尤为的痛苦 没想到 他们居然将母亲 关押在洛兴渊 楚行云的目光 渐渐沉下 洛兴渊的凶名在外 少有人靠近 柳梦烟被关押在洛兴渊 不仅要承受无穷尽的痛苦 还要忍受孤独和寂寞 如此惩罚 令人胆颤心寒 听到柳观音的话语 柳谷琼的手指 不断敲击着座椅扶手 阴沉着脸 显然他对刚才那番话 表现得有些恼怒 不悦 当年丑闻 惹怒了万剑阁和宗族 范无杰为了泄愤 将一种神秘毒药 撒在柳梦烟的身上 此毒药号称无药可解 一旦身重 每日每夜 都会遭受无穷尽的痛苦 让人生死两难 至于宗族 则是将柳梦烟关押在洛兴渊深处 令他终日遭到灾祸之气的侵蚀 在这两种折磨之下 纵使柳梦烟的天赋再强横 也只会变成一个废人 这次老家主的探望 并无太大意义 家主不必担心 柳观音的心思细腻 他感觉到了柳谷琼的担忧 立刻出声安慰到 柳谷琼听到此话 神色依旧 眉头微醋 开口说道 父亲对柳梦烟的溺爱 外人根本难以想象 否则的话 柳梦烟所生的那个孽种 早就死于非命 又岂会苟活下来 柳梦烟犯下了大错 但这十九年来 父亲年年都会探望 这可以说明 在父亲的眼中 柳梦烟还有价值 他 仍不愿放弃 柳梦烟拥有七平武灵 天赋惊人 如若能激发出所有潜力 成就不可限量 极有可能踏入涅槃层次 成为至高无上的强者 到那时候 柳谷琼的柳家家主之位 难保 他将会再次沦为附属 柳梦烟已经半死不活 但可惜 我们始终无法给予致命一击 柳冠英眼中透出一丝冷意 他说出这话 似乎这两人曾密谋过暗杀柳梦烟 只是没有成功 要想彻底巩固位置 唯有将希望寄托在师运的身上 柳谷琼木带精芒 道 他的天赋并不在柳梦烟之下 只要此次六宗大笔取得好成绩 父亲就会转移注意力 到那时 我也不必再提心吊胆 听到这话 楚行云不禁冷笑连连 他发现 自己仍高看了柳谷琼 此人将权位看得极重 哪怕过去十九年 他都在日夜提防着柳梦烟 为此 他还把柳诗运这个亲生女儿 看成了巩固权位的工具 有如此生负 着实凄惨 楚行云在心中感慨一声 对了 索兴古镇是否已经完全修复了 忽得 柳谷琼突然问向柳观音 柳观音点头 回到 昨日已修复完毕 黑山长老等一行人正在返回的路上 约莫名誉正午 即可返回族内 索兴古镇乃是封锁洛星渊的主镇 绝不可出现任何意外 至于阵眼 柳谷琼眉头一挑 话音充满深意 族长大可放心 我已经嘱咐了黑山长老 在布置阵眼之时 他会稍稍改动 让更多的灾祸之气聚集 不断侵蚀柳梦烟的身体 柳观音的表情 变得阴险奸诈 道 这些灾祸之气 是平日里的千倍 日夜侵蚀之下 柳梦烟的领海和身体 会遭到莫大伤害 进而碎裂 崩溃 而且 老家主探望柳梦烟后 就返回宗族闭关了 他并不知道此事 宗族上下 我也做好了保密工作 不出半载 柳梦烟必死无疑 柳观音又补充一句 这才让柳谷琼的眉头舒展开来 甚至发出一道道酣畅笑声 见柳谷琼大笑 柳观音也跟着笑了起来 这刻 他脑海中闪过一道灵光 面生喜色 对着柳谷琼说道 家主 明日中午时分 黑山长老将返回族内 不如 我们让他布置灵阵 以此来试探洛云 你看如何 本章完 第583章 将计就计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星辰古宗之人 精修紫微星辰之术 除此外 对于灵阵一道 也有极深的研究 灵阵 由阵眼凝聚而成 阵眼的排布越是玄妙 灵阵也就越为强横 而这点 恰恰可以融入悬又齐悬的星辰之术 因此 星辰古宗的灵阵一道 在整个北荒域 都是赫赫有名 柳观音口中的黑山长老 名为柳黑山 此人的修为不高 仅有天灵五重 但灵阵造诣极深 能布置出六级灵阵 是柳家的第一灵阵大师 闻言 柳古琼的眼眸一亮 惊喜到 灵阵变化莫测 能强能弱 的确可以在不伤害洛云的情况下 最大限度地试探出他的实力层次 此法堪称绝妙 只不过 顿了顿 柳古琼又道 要如何让洛云进入灵阵 并且诱导他全力破阵 这倒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此子并非愚蠢之辈 城府颇深 纵使城府再深 他也不过是个十八岁的青年 柳观音的话音带着一丝不屑 语气随意道 只要是青年之人 难免心有傲气 只要稍微出言刺激 很容易落入我们的圈套中 今日 他在盘山的所举所动 无不是证明了这点 一言不合 出手断臂 还当着众人的面前 大肆羞辱我们柳家 如果他真的城府深沉 绝不会做出这些行为 听到这里 楚行云心中涌出强烈笑意 这个柳观音 诡计多端 心思狡诈 是刘古琼的智囊 统设柳家诸多事宜 但正因如此 他性情巨傲 以为可以将所有人玩弄于鼓掌之间 在他眼里 楚行云在万剑阁的所作所为 都只是夸夸其谈而已 一个十八岁的青年 城府再深 也远远不是他的对手 更为重要的是 洛云孤家寡人 身边并无同伴 我们这时出手 成功率最高 柳观音越想越兴奋 如果能在六宗大比之前 完全试探出洛云的实力 他将得到宗族的巨大家奖 柳古琼想了想 也觉得颇有道理 况且 今日发生的事 让他丢尽了脸面 他也想找一个办法 狠狠错一错楚行云的锐气 让他不敢再肆意妄为 以临阵之威 围困楚行云 同时试探出他的实力 这无疑是一举双得之计 那个水流香也颇为的神秘 奈何身边有个夜千寒 要想算计他 难度较大 但洛云仅有一人 却可以轻松得手 柳观音又到了剧 令柳古琼更为动心 好 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 若能成功 我必定大赏 柳古琼终于下定决心 不过 他又微声叮嘱到 试探固然重要 但也不能太过分 毕竟他是参赛之人 我们绝不可冒险 柳观音露出老谋深算之意 笑道 我办事 家主不必担忧 看着柳观音含笑的面孔 柳古琼渐渐放心 他一过头 望向了夜穷上的皎洁浩月 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得意之态 一切的一切 都在他的计划之中 见两人沉默不语 楚行云悄然退离了阁楼 朝庭院所在的方向奔去 这刻 叶峰呼啸不休 冷意甚人心神 但 楚行云脸上的冰寒之色 更为阴冷 柳古琼和柳观音 两人的对话 他清晰记在了脑海中 一字一句 都不曾淡忘 此次夜叹 收获喜人 他不仅知道了柳孟烟的 关押之地 还知道了柳古琼的阴谋 这对他将来营救柳孟烟 有巨大的帮助 不多时 楚行云脸上的冷意 逐渐消散掉 他仿佛已经想好了对策 嘴角处 悬挂起一丝淡淡的弧度 低声尼南道 柳家如此对待母亲 我身为人子 绝不能轻易饶过 但现在 并不是最好的时机 不过我却可以将计就计 从他们身上收回一点利息 只希望这个柳观音 并没有太小看我 否则就太无趣了 嘴角弧度渐深 楚行云计划好一切后 速度提升到极致 很快就回到了庭院 咻 刚踏入庭院 一抹身影陡然掠来 地上 小魂正仰头看着楚行云 那双灵动眼睛睁得巨大 似乎对于楚行云的归来 表现得极为惊喜 小爪子上下挥舞着 你这小家伙 醒得倒是挺快 楚行云淡笑一声 他还以为小魂 吞下虚魂果之后 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沉睡时期 细细感受过去 楚行云发现 小魂的体态并没有任何变化 依旧是小巧可爱 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却变得浑厚了许多 跟以前颇为不同 但无奈的是 楚行云依旧无法准确判断 小魂的修为层次 这只小家伙 仿佛是一个异类 常理对他来说 根本是无用之物 这时 小魂的爪子挥舞得更快了 神色也有点焦急 在他面前跳来跳去 还多次指着储物戒指 举动有些古怪 你让我把白虎换出来 楚行云的脸上露出一抹一色 这道话音刚落下 小魂立刻不停地点着小脑袋 真拿你没办法 楚行云无奈到 手一挥 一抹银芒绽放 浑身流转着金属光辉的白虎 出现在庭院的空地之中 小魂双眼一亮 高高跃起 瞬息没入到白虎的身躯之中 随后 在楚行云的注视之下 白虎的身躯涌出一抹璀灿亮光 体内 一道道光运弥漫出 小魂体内的玄妙力量 似乎咆哮了起来 灵魂之力 楚行云神色一将 他知道 小魂乃是异类 能掌控灵魂之力 但他还是幼年时期 力量极为有限 只能勉强掌控 但此刻 小魂体内的灵魂之力 却是提升了数倍 难道 他吞食虚魂果之后 灵魂大净 逐渐引动了灵兽血脉 嗡嗡嗡 灵魂光运闪耀不休 一道接着一道 完全笼罩了白虎的身躯 那些光运相互重叠 似构成了无数明文 稍稍细看几分 都会让人感觉头晕目眩 片刻后 灵魂光运就此消散掉 当楚行云看清眼前之景 神色大亥 双瞳紧缩成针 宛若看到了不可思议之物 本章完 第584章 小魂之变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虚空中 白虎悬浮在哪 但不同的是 他那银白身躯之上 居然泛着淡青之光 光滑缭绕 构成一道道晦涩难懂的明文 覆盖住身躯 好似披上了一层淡青浮盖 这光滑 是灵魂之力 楚行云一阵呆愣 虚无缥缈的灵魂之力 居然凝聚成实质铠甲 每一道明文 都带着一股玄妙气息 对于灵魂之力 楚行云并不陌生 灵魂 乃是生灵之根本 他宛若一道桥梁 紧紧联系着天地人三者 玄傲至极 非涅盘境强者 不得窥四 领悟 小魂刚刚出生 他就可以粗浅地掌握灵魂之力 对白虎造成巨大影响 这点已经是大大出乎了楚行云的意料 却没想到 吞食虚魂果之后 他对灵魂之力的掌控 更加惊人 能将灵魂之力凝聚成质 只见这时候 小魂的眼眸陡然睁开 双瞳之中闪过一道令人心悸的一芒 破 小魂张嘴 吐出一道灵魂之力 那股灵魂之力凝聚成玄妙图纹 笼罩着白虎的身躯 使得残存在其内的一丝白虎残魂 不断地颤抖起来 似乎看到了什么恐怖存在 而小魂的目光 似乎毫不在意 白虎残魂 一芒更盛 那股灵魂之力 也变得更为浓郁 白虎似乎很惧怕小魂 楚行云盯着眼前的这一幕 心中不禁谜难道 当初 小魂进入白虎身躯之时 白虎残魂也同样表现出惧怕 但相比下 这次更为的明显 给楚行云一种面对天敌的强烈感觉 小魂不断吐出灵魂之力 最后 那灵魂之力化为漩涡 将白虎的身躯缓缓缩小 随即一口吞下 将其咽入腹中 楚行云看得目瞪口呆 还未等他说话 小魂的身上涌出蛋清之光 一闪而过 身体立刻化为白虎之躯 一举一动之间 沙伐气息怒冲虚空 煞气纵横 看来你很喜欢白虎的身躯 居然把它占为己有了 楚行云有些无奈地道 她的目光中透出精芒 踏步靠近 可以清晰感觉到 小魂身上的灵力气息 白虎的身躯 由神秘的域外金属打造而成 万年不朽 无坚可摧 此刻 融入灵魂之力后 她就拥有了可观的杀伤力 以楚行云的判断 这一股杀伤力 足以威胁到天灵强者 若再配合小魂的灵魂之力 斩杀天灵五重之人 不在话下 咦呀呀 小魂的声音响起 她身躯一晃 重新变回原来的小巧模样 只见她跃到楚行云的面前 双爪不断挥舞 时而惊喜 时而失落 模样尤为的可爱 楚行云无奈一笑 看着小魂的可爱模样 将她抱了起来 道 一枚虚魂果 令你的实力强悍了不少 但还是无法 让你口吐人言 我很好奇 你这小家伙 到底是何种灵兽 小魂能听懂楚行云的话 她极为人性化地眨了眨眼睛 仿佛在认真思考 最后不断摇头 嘴巴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 仿佛她也很苦恼 放心 总有一天会想起来的 楚行云笑了笑 将小魂放下后 她原地盘膝坐下 直接进入了修炼状态 见状 小魂也很懂事地保持着安静 脚跃之下 一人一兽 两相倚靠 如此一幅画面 着实令人称奇 一日 焦阳玄于苍穹之上 微热阳光垂落下来 将整座空心城笼罩住 使得这座浩瀚城池 绽放出无穷生机 楚行云早就结束了修炼 在庭院内静静等候着 修 破空声陡然响起 听到这道声音的刹那 楚行云便站起了身 但让她有些诧异的是 来者 竟是柳诗运 今日 柳诗运身着一席蛋黄霓裳 头戴玉簪 腰记柳戴 完美无缺的五官之上 带着一丝大家闺秀的气质 令楚行云都愣了下 她并非 惊艳于柳诗运的美貌 而是敏锐的感觉到 柳诗运身上 那股巨人鱼千里之外的高冷气息 似乎消散了几分 不再难以靠近 柳诗运敏锐捕捉到楚行云的变化 心里有点小窃喜 顿了顿 声音平淡的道 餐宴已经准备好 请洛云建主随我来 楚行云点头 灵力释放 紧紧跟上了柳诗运的脚步 呼呼呼 低沉的进风声音响起 两人的速度极快 并急而行 眨眼就来到了柳府身处 柳诗运朝楚行云瞥了眼 突然问道 那位苏家小姐呢 嗯 楚行云神色一闪 正在措辞 却又听到柳诗运继续说道 苏家小姐和柳安的事 我也有所听闻 但你大可放心 我并没有针对她的意思 说着 柳诗运目视前方 鸣声道 柳安是独子 自幼生下来 父亲就百般溺爱 这让她逐渐养成 无法无天的性格 只要不是严重之事 父亲都不会过多阻拦 昨日 你当众让她难堪 并且大打出手 想必对她来说 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话音落下 楚行云淡淡地扫了她一眼 道 柳安是你的弟弟 但从刚才的话判断 似乎你和她的关系很是一般 姐弟之间 难道一定要相亲相爱 柳诗运陡然反问 使得楚行云又是一愣 随即发出了一道淡笑声音 颇为惊讶地看着眼前这名 星辰古宗第一美女 我和苏夏只是萍水相逢 因为她的缘故 让这个小家伙饱餐了一顿 作为报答 我便出手相救 让她摆脱困境 现在困境已拖 我自然要让她返回家族 楚行云看着柳诗运平静道 她的确无意 让苏夏留在身边 就这么简单 柳诗运露出了金融 鼎鼎大名的洛云建主 身份何其尊贵 超然 却为了一件小事 就如此帮助一名无关之人 这大大出乎了她的意料 世间事 本就简单 你若将它看得复杂 它就会萦绕在你的心中 让你苦思不解 但若是你 将其看得简单 便能迎刃而解 难不成 你以为我是好色之徒 故意收下苏夏 让她做我的小侍女 楚行云突然打去一声 嘴角的邪魅弧度 深深映入了柳诗运的眼眸中 令她有些惊慌地 移开了眉眸 不敢与之对视 许久后 柳诗运逐渐恢复过来 她一过视线 偷偷瞥了楚行云一眼 却见楚行云 已经将目光移开 只然凝视着前方 脸上的那抹弧度 也早已消失 似乎是庆幸 对方没有发现自己的羞态 柳诗运在心中 暗暗松了口气 但不知道为何 她心里居然有一丝 失落之感 空荡荡的 来得突然 本章完 第五百八十五章 谁愚蠢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午宴设在一处阁楼内 那里是一片平地 竹林遍布 群花庸促 隔着许远 都能够感觉到 草木芬芳的气息 在阁楼的侧方 还有一片湖泊 如宝石般镶嵌在平地上 咯噔 楚行云和柳诗运落地 阁楼内 立刻有一行身影走了出来 落云建筑 请 说话者 自然是刘古琼 他脸上带着爽朗笑意 举手投足 大气炎正 在他旁边的是柳观音 神态同样友好 看着两人的神态 楚行云暗暗冷笑一声 脚步轻胯 走进了阁楼 阁楼极大 里面空间宽阔 中央处摆放着十余张九席 上面早已有人端坐 大部分都是柳家高层 当然 也不乏一些青年俊杰 水流香和叶千寒也在此 他们坐在右侧方 见楚行云进来 对着他点头示意 看到两女 楚行云的目光骤变 但仅是一瞬 又恢复了平静模样 同样是淡笑点头 转换一瞬 行云流水 让任何人都没能发现异样 亲眼看到水流香的痛苦后 楚行云对叶千寒的恨意 极深 哪怕将此女灵池诛杀 都难以消除熊熊而起的愤怒之火 但越是如此 楚行云就越要冷静 绝不能被愤怒蒙蔽了双眼 这位便是洛云剑主 这时 一道略显阴冷的声音响起 传入到楚行云的耳中 寻声望去 说话者 是一名身穿黑袍的老者 他年岁极大 已有花甲之灵 背脊有些沟楼 五官皱纹极多 看上去有些瘆人 洛云剑主 这位是黑山长老 他精通灵阵之道 乃是我柳家第一灵阵大师 即便在新城古宗之中 也颇富盛名 柳古琼立刻出声介绍 比起洛云剑主 老夫的小小声名 根本算不了什么 柳黑山摆了摆手 眼珠子转了下 暗暗对柳古琼使了个眼色 随即 他开口道 但说起灵阵 老夫还是颇有几分底气 毕竟我所修炼的灵阵 蕴含紫薇星辰之道 是真正的灵阵之道 万剑阁的剑阵 虽玄妙 但终究只是左道罢了 说话间 柳黑山扬起头颅 用一种居高临下的眼神 看着楚行云 隐约有蔑视之感 楚行云早就知道 这是柳黑山的激将法 此刻他看着对方 就宛若 看待一名跳梁小丑 一言一语都是如此的滑稽 可笑 心里虽这样想着 楚行云脸上 却故意涌出愤怒神态 话音冰冷地说道 黑山长老 你这话是何意 新城古宗传承数千年 对于灵阵之道的钻研 已经深得精髓 相比之下 万剑阁不过千年岁月 怎么能与我们相比 若是若云剑主有所不服 大可 黑山长老 话未说完 柳观音出声打断调 冷哼道 洛云剑主是柳家贵客 你若是这般无礼 还请就此离开 莫要扰了兴致 更何况 你静音临阵之道几十年 曾创下无数大阵 倘若你这般出言妖战 无异于以大欺小 纵使能轻松获胜 也不能证明什么 一边说着 柳观音一边观察着楚行云的表情变化 嘴巴张开 还没来得及说话 却看到楚行云大步踏了出来 怒声道 既然黑山长老如此自信 那我倒想亲自领教领教 柳观音愣了下 眼眸深处 闪过一抹不屑之色 看来 我还是高看了这个洛云 仅仅只是两句调拨话语 他就忍耐不住怒火 当众出言挑战 如此愚蠢之辈 居然也配得上天才之名 他在心中暗暗道 看了柳谷琼一眼 发现柳谷琼的目光中也是带着浓浓的嘲讽神色 不愧是剑主 果然有几分霸气 柳黑山的眼睛不断转着 目的达成 他心里大为狂喜 那内线的双眼眯了起来 立刻说道 洛云剑主的实力是天灵三重 若我全力出手 难免会落人口舌 说吧 他的身后 三名身穿静装的青年 漫步而出 走向楚行云 这三人 皆是我的得意门生 修为不高 天灵一重而已 若洛云剑主能破开他们三人不下的灵阵 那之前的话 我立刻收回 柳黑山的眉头挑起 挑衅意味十足 黑山长老 此举未免不妥吧 柳世韵突然出声 冷冷盯着柳黑山 他身为柳谷琼之女 对柳黑山极为的熟悉 柳黑山 柳家第一灵阵大师 他所创造的灵阵 无不是高深莫测 就连洛云的封印主阵 都是他一手布置而成 可见其地位之高 他的手下 共有十名弟子 每一人都是万里挑一的杰出人物 同时 也是柳家全力栽培的天才 地位显赫 眼前这四人 修为的确不如楚行云 但灵阵之道 本就能倚若胜强 三人全力布置的灵阵 恐怕连天灵五重之境的高手 都难以破开 听到柳世韵的话 柳观音皱了皱眉 正准备说话 又听到楚行云的话音响起 区区三人而已 我根本不放在眼里 楚行云又踏一步 刹那间 他身上释放出浑厚灵力 剑影升起 如翻滚潮汐般涌出 充斥到阁楼各处 震撼人心 果然是愚蠢之辈 这般星星 将来难成大器 柳古琼在心中暗暗摇头 在他看来 楚行云的性情太差 城府极弱 只是空有天赋的渔夫罢了 不足畏惧 目光朝柳黑山看了眼 柳黑山顿时明雾 黑黑冷笑道 这里不是战斗之地 难以让落云建主施展手脚 不如到湖中一站 说吧 他指向湖泊方向 那里空间开阔 毫无阻碍 极为适合切磋 而这就是为何 今日的午宴会设在此地 那一座湖泊 本就是为了试探楚行云而准备 好 楚行云脸上仍带怒气 柳黑山话音落下的瞬间 他就转身冲出了阁楼 只是 在转身的一刹 没有人注意到 他脸上的怒意 突然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 是一股极为阴沉的冰冷寒意 既然你们送上门来 那好 这几人的性命 我都收下了 一道话音 在楚行云的心中悠悠响起 在他的眼里 柳黑山 以及他的十名弟子 已经被宣判了死刑 本章完 第586章 无异于垃圾 小说 林建尊 作者 云天空 柳古琼为了巩固自己的身份 暗中吩咐了柳黑山 让柳黑山偷偷更改阵眼的方位 想借此至柳梦焉于死地 柳古琼 是主谋 柳黑山和十名弟子 则是帮凶 楚行云又岂会放过他们 一个 都别想狗活 秀 身形略动如风 楚行云站在湖面上 灵力弥漫 荡漾起一层层轻柔涟漪 他看似平静 实则杀意滔天 三名青年也急速奔来 呈三角方位 将楚行云包围起来 灵力如丝牵连 立刻在虚空中勾勒出无数阵纹 看上去颇为玄妙 阁楼内 人群都走了出来 纷纷将目光凝望过去 注视着湖泊中央 此次切磋 并非生死搏斗 还望落云建筑保重身体 莫要因为一时气急 就伤了自己的身体 从而影响六宗大笔 柳黑山冷冷笑道 此时此刻 他仍在挑衅楚行云 这一战 我不会手下留情 必会获胜 楚行云的眼中 闪过一道冷芒 所说话音 让柳谷琼和柳观音 心中窃喜 要知道 他们的最终目的 是为了试探出 楚行云的真实实力 后者越不保留 他们就越是满意 巴不得看到这一幕 有意思啊 人群中 叶千寒的目光 同样望向湖泊 对于落云之名 他早已听闻多时 但对于楚行云的实力 却无太多了解 能不费吹灰之力 就轻松得到对手的情报 何乐而不为 至于水流香和柳诗运 此刻 两女的神态截然相反 前者 面容冷漠 虽望向湖泊中央 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情感 后者 木带担忧 似乎在暗暗担心着楚行云 动手 便在此刻 柳黑山的话音陡然传出 轰一声 三名青年的身上 几乎同时 绽放出武林之光 一股如山的压力碾压而出 在虚空中凝聚出一座浩瀚灵阵 阵眼处 星光闪烁 璀璨不息 只见三人手掌向前一抓 瞬间 虚空中出现一张如山峰般的恐怖掌影 压迫下来 既带着灰红声势 又仿佛模糊虚幻 有一种迷幻之意 居然是幻阵 楚行云也没微醋 露出一抹淡淡的微笑 灵阵之道 变幻莫测 可攻 可守 亦可困敌 眼前这座灵阵 虚实相生 是一座幻阵 位列五级层次 以幻阵困敌 然后再出手试探 一虚一识 让对方的精神高度集中 这样的确可以最大程度地试探出对方的真正实力 这一首 的确狡诈 三星困天阵 人群妄向那浩瀚灵阵 露出了惊恶之色 此阵主困 三明天才联手布置而下 能轻松困住天灵五重之人 在星辰古宗中 此阵颇负盛名 万剑阁的剑术 向来灵力 而三星困天阵 恰恰不惧灵力 我倒要看看 你能如何脱困而出 柳黑山心里充满得意 他早已布置好了一切 方方面面 从未遗漏半分 哄 恐怖长影落下 化为漫天星光 那三明青年的身体往前 朝着楚行云的方向扑去 美人身上 都露出光辉 一换一针 扑杀向前 然而就在此刻 一股恐怖的呼啸之音 陡然响起 那三人的心神异景 双眸死死盯着前方 在那里 有一抹黑光声唐而起 那是黑洞之光 呼呼呼 高炕剑银声急促 三人神色一呆 只感觉前方有一道剑光扑来 剑带杀意 汇聚成漩涡风暴 似能吞噬世间万物 灭杀一切 就连三星困天阵的幻影 都被瞬间撕碎掉 根本无法阻挡这道剑光 剑壮 三人大惊 身体立刻后退 想要逃离 但 他们动身的刹那 一股乌影无形的诡异力量涌出 无视幻阵 无视灵力 让三人感觉背后压迫着一座重山 浑身沉重无比 无法快速逃离 这短暂的瞬间 那道漆黑剑光 已经降临下来 剑光如窝 把三人完全包裹在里面 给我破 三人大吼 疯狂向前杀出 他们身上的灵力 催动到极致 杀招向前 却无法影响到黑洞剑光 仅瞬息 一股深深的无力感 就弥漫在三人的心头深处 救我 师尊救我 三人同时大声嘶吼 回头朝柳黑山望去 曝露在脸上的绝望恐惧之色 使得整个空间变得死寂无声 人群心神深深震撼 住手 柳黑山感觉到不妥 立刻大吼一声 但 楚行云岂能理会 黑洞重剑落下 轰落到三人的身上 呼啸剑银声依旧 剑光荡漾 落到那湖泊之中 却是染出一抹抹烟红之色 欣慰刺鼻 待剑光散去 那一片虚空中 不存遗物 一剑 灭三名灵阵天才 那三人 就这般消失在人群的视野中 紧染红了一汪湖水 人群神色惊骇 赫赫有名的三星困天阵 却被楚行云轻松破开 就连布置灵阵的三名灵阵天才 也被一剑朱砂 他们紧紧盯着湖泊中的妖郡青年 对方的实力 好强 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灵阵精髓 楚行云看着柳黑山 脸上浮起一丝浓厚的嘲讽之意 如此灵阵 我根本不放在眼里 无异于垃圾 柳黑山面色难看 他弟子十人 全都是罕见的灵阵天才 为了培养这十人 他花费了无数的心血 起料 今日直接死去了三人 三星困天阵 能围困天灵五重之人 从这点判断 洛云的实力 要超过这一层次 虽说死去三名天才 但我们也得到了重要情报 柳观音立刻出生 但他的话 却没能让柳黑山的脸色好看多少 在一旁 柳古琼的脸色也是异常难看 那三名青年 何尝不是他柳家之人 三人皆死 连尸骨都不存下 对柳家来说 损失无法估量 若非碍于楚行云的身份 他此刻早已暴怒冲天 恨不得大开杀戒了 怎么 就这样结束了 见对方一行人陷入沉默中 楚行云痴声一笑 话音傲然地道 星辰古宗的灵阵之道 也不过如此 实在是让我大失所望 既然三人无法拦我 那包括黑山长老在内 你们八人都上来吧 今日 我要以一战八 本章完 第587章 再战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霸道话音 回荡在这片虚空中 震撼着人群的心神 不同于人群 此刻柳黑山的心里 唯有冷意 脸色铁青发黑 他成名数十载 只要在星辰古宗内 任何人见到他 都要称一声大师 像今日这般的奇耻大辱 他从未经历过 楚行云 杀了他三名弟子 现在 还要以一战八 此事如果传出去 他这一张老脸 要往哪放 骆云剑主 你何必要如此逼迫 柳古琼踏步站出 冷漠说道 刚才一战 只是普通切磋 你杀我柳家三名天才 已是蛮横之举 若继续挑衅 恐怕有损两宗情义 柳家主此话 简直是强词夺理 听到柳古琼的话 楚行云却是笑了 道 还未出手之前 我就当众说过 此战我绝不会留情 那时候 你们几人表现得尤为欢喜 似乎巴不得看到这一幕 现在 你又说我蛮横无礼 还说我有损两宗情义 既然刚才柳家主答应了此战 那就应该沉默不语 这才是大家风范 如果输不起 就莫要随便答应 免得丢了星辰古宗的脸面 说吧 他右手一挥 将黑洞重剑收于后背 头颅微抬 眼眸中充满不屑之色 俯视着柳古琼和柳观音等人 尤其是望向柳黑山之时 目光刚刚落下 就立刻一开 根本不做丝毫停留 好似柳黑山等人 让楚行云正式的资格都没有 此子狂妄 着实可恶 柳观音狠狠咬牙 对着柳黑山说道 既然他如此举动 我们也不必顾忌太多 立刻出手吧 当众镇压 此子的嚣张气焰 你让我以多欺少 柳黑山冷声一哼 愤怒道 纵使他是天才 但那又如何 不过是天灵三重天的 矛头小鬼 莫说是八人 我一人就足以胜他 黑山长老的阵法无双 自然能轻松胜过洛云 这一战是他主动腰战 即便八人出手 也不会惹来非议 相反 所有人都会觉得 骆云狂妄 需要被狠狠打压 柳观音将声音压了下来 轻声道 更何况 我们的最终目标 是试探骆云的实力 如果黑山长老亲自主持临阵 定能完全测出他的实力深浅 此话有道理 柳古琼的目光沉下 笛声道 我们已经折损了三人 如果未能清楚知道洛云的实力 着实大亏 再者 八人同时主持临阵 区区一个洛云 根本无力回天 柳古琼的话音中 有不甘 有决绝 但更多的却是自信 柳黑山 六级原阵大师 天灵五重修为 他亲率七名弟子布下临阵 阵容何其强横 要镇压一个楚行云 简直轻松至极 文言 柳黑山目露冷光 心情有些挣扎 他当然不把楚行云放在眼里 但以八敌一 实在丢脸 将有损大师之名 但对于楚行云 柳黑山充满了恨意 不当众教训一番 难消心头之恨 敢战否 楚行云朗朗出声 随即见他踏出一步 刹那间 整个空间都涌出剑影之音 身如剑 眼似芒 深深刺痛着柳黑山的目光 人群纷纷将目光看向柳黑山 眼中神情各异 都在等待着后者的回答 战 柳黑山被逼得喘不过气来 身形化为一道幻影般朝前冲出 同时 在他身后的七名弟子也冲了出去 稳稳落于湖泊之上 至此 柳黑山和七名弟子 共计八人 团团包围住楚行云 目光扫过这八人 楚行云低声一笑 三名天灵二重 四名天灵三重 最强者 也不过天灵五重 这一战 你们还是会败 洛云建主的口气 倒是不小 柳黑山目录阴森冷光 双手挥动间 一道道星光喷勃出去 眨眼就凝聚出一座庞大灵阵虚影 见状 其余七人立刻出手 灵力掠动 星光飞腾 还未凝聚成阵 那股灰红气息 已经弥漫出 让周围人群露出震撼之色 居然是镇兴锁龙阵 如此看来 黑衣山长老是真的怒了 镇兴锁龙阵 乃是一座六级困阵 群星封锁 镇空锁龙 微能何其恐怖 而且 它虽是困阵 却能释放出无穷威压 此阵 无比恐怖 此阵一出 纵使洛云的实力 再强 也难以获胜 非但如此 它或许还会被羞辱一番 人群对镇兴锁龙阵太熟悉了 深知此阵的霸道 此阵一出 几乎所有人的心中 都对这一战有所结果 觉得楚行云毫无获胜希望 听到众人的议论声音 楚行云却不着急 大笑道 六级临阵 非同小可 布置起来也需要一段时间 我便让你们半个时辰 说完 楚行云收起黑洞重剑 虚空而坐 闭上双眸 悠然自得地等待起来 好生狂妄的小子 身为旁观者 柳观音也是恨得眼眶欲裂 楚行云太狂妄了 他有生以来 从未看过如此狂妄之人 柳古琼也是心有此念 只不过 他看向楚行云之时 心里总感觉有种不祥的预感 自布阵开始 柳黑山的心神 就高度集中 他身为灵阵大师 手法高深 未到半个时辰 就布置出一座完整的六级灵阵 阵步星光 每一道 都如同一尊傲视真龙 威能阵天 比我预料中的要快 楚行云睁开双眸 弹笑间 黑洞重剑凌空 一剑压下 滚滚虚空炸裂掉 灵力流窜如狂风 肆虐八方 轰一声 在他出手的瞬间 前方陡然出现两道星光 星光成龙形 呼啸向前扑杀而去 竟不惧黑洞重剑之威 蜿蜒腾移 准备围困楚行云 区区见光 岂能阻拦星辰之威 柳黑山放肆大吼 脚步一踏 身前涌出七道星光 龙影再增 共九道 滚滚朝前 几乎充斥整片空间 让楚行云躲无可躲 只不过 楚行云何曾想过躲避 却见他直面着九尊星光龙影 手臂轻颤 咔嚓一声闷响 属于万象碧铠的银白之光涌出 光滑如洗 笼罩着他的右臂 释放出一股难以言说的恐怖力量 星辰为何物 看我一剑破之 楚行云大鹤 剑锋凛然 朝前方猛然一扫 十二万象之力 爆发 陨山势 绽放 两者相容 一剑 绝尘 本章完 第五百八十八章 朱面 小说 林剑尊 作者 云天空 事业中 剑锋与龙影碰撞 虚空先是一镜 随后狂暴近风横扫 掠过虚空 落入湖泊 卷起一道又一道的水龙 扫荡四方 将天地搅得天昏地暗 更恐怖的是 中央处 骇人的剑锋压下 紧在短暂的刹那 就汇聚成 一道灵天剑影 以摧枯拉朽之势 朝柳黑山狠狠压去 轰隆隆的声音响起 湖泊震荡 狂乱近风 瞬间淹没了虚空 楚行云的身体站立在那 同样被近风所笼罩 入目之处 水花四溅 再无人影 阁楼上 人群都愣在了那里 身体不断颤抖 好恐怖的剑锋 刘谷琼 停住了呼吸 那一剑落下的瞬间 他居然感觉到了毁灭的气息 一剑落 万山皆灭 剑势可怕到极点 在后方处 叶谦寒紧紧皱着眉 他在不断思索 倘若这一剑落下 以他的实力 能否抵挡下来 如何抵挡 柳世韵同样眺望着远方 他也被这一剑震惊 太强悍了 堪称盖世无双 一剑落下 足以将整座湖泊都斩断掉 这 就是他的实力 柳世韵的心中 涌出如此疑惑 眼神中除了惊诧 还带有一丝丝一芒 越来越盛 闪烁不休 在那片被水雾所笼罩的空间 楚行云傲然站立于空 神色冰冷 刚才那一剑 的确厉害 但要想破阵 还差得远了 楚行云的前方 柳黑山吐出一道得意话音 他的身上 还弥漫着药木的星光阵纹 阵星锁龙阵 还没有被破 柳黑山心里确定 刚才那一剑 应该是楚行云的最强一剑 最强的剑 都未能破开灵阵 楚行云 已经无力回天 这让他心中更加的狂喜 得意 甚至已经在开始策划着 要如何羞辱楚行云 从而偿还刚才所受的耻辱 哇 心念微动 星光龙影再现 璀璨星光重新弥漫出去 但就在这刻 柳黑山感觉周围 太安静了 安静得有些诡异 连一丝议论声都没有 不仅是他如此 其余七名弟子 同样有如此感觉 整一片虚空 似乎被某种力量封锁了 跟外界完全隔离开来 你以为刚才那一剑 只是为了抵挡灵阵 楚行云吐出冷漠字音 他立于虚空 剑出 整片空间充斥着剑芒 化为剑之风暴 刚才那一剑 很强 能轻松挡下九尊星光龙影 但楚行云要的 不只是抵挡对方攻势 更多的 还是想隔绝这片空间 这里 已被黑洞重剑所隔离 内外两剑 再无流通 就连一缕光线 都无法渗出 双神弄鬼 你以为这样 就能吓到我 柳黑山满脸计较 七名弟子已经守护左右 阵纹涌出 整座灵阵 重新释放出灵动之光 没用的 楚行云摇摇头 剑风一指 刹那间 恐怖剑光朝着灵阵扑杀而去 稍稍接触 整座灵阵就不断颤抖 宛若要崩溃般 这怎么回事啊 见状 柳黑山满脸难以置信 作为阵兴索龙阵的掌控者 他可以感觉到 整一座灵阵 居然正在崩溃 一道道阵纹瓦解掉 化为灵力 再也不受到他的掌控 我连九级灵阵都能拆解 区区一座六级灵阵 根本不曾放在眼里 更何况 你这座六级灵阵 太粗糙 在你布置之时 我早就看透 楚行云的话音落下 又是一股剑芒席卷了过去 无穷无尽 弥漫八方 将所有阵眼都瓦解掉 整一座庞大浩瀚的灵阵 瞬间瓦解 同时 只见楚行云的身体动了 一闪而过 落到柳黑山的面前 俯瞰着下方八人 斩 一字吐出 黑洞灰洞 顷刻间 剑芒呼啸 一道恐怖剑影落下 夹带着可怕至极的极致力量 从天穷展落下来 轰隆一声巨响 剑锋轰碎了灵力 在柳黑山等人的眼瞳中 不断扩大 躲不了 这一剑 根本无法躲避 柳黑山有些慌了 他堂堂天灵五重之境 面对着天灵三重的楚行云 心中连逃跑的念头都生不出 哄 黑洞重剑终于落下 三名天才的身体炸开 化为一捧血雾散开 连惨叫 都没来得及发出一声 当场身亡 楚行云在此诛杀三人 身形却是不止 他从空中落下的一刹那 手臂猛然挥动 重剑横扫 如一尊黑色真笼遨游虚空 陡然朝其余四人斩去 刚才三人死去之景 还深深烙印在四人的脑海中 现在 又是一剑杀来 剑锋更加霸道 更加狂猛 让他们心神哀没 无法抵抗 扑扑扑扑 四人吓得不曾防守 剑锋扫过之时 便是他们丧命之客 一道道身躯炸裂开 鲜血横流 落入到湖泊中 将这片湖水染得腥红 楚行云仍站立在原地 手持黑洞重剑的他 如同一尊战神 从远古大帝归来 沐浴鲜血 俯视苍生万物 任何人都要服从 现在就剩下你了 一道淡漠字音 从楚行云的口中吐出 让柳黑山惊了下 猛然回过神来 只看到翻滚的血色湖水 以及妖郡若邪的楚行云 落云 柳黑山大声嘶吼 这十名弟子 他辛苦培养了十余年 未到一刻钟的时间 居然全都死了 这个打击太沉重了 让他根本难以接受 一道黑盲涌出 柳黑山抽出一根武林之笔 笔刺虚空 瞬息开辟出一条通道来 怒声呼啸 笔尖直刺楚行云而去 要将他当场诛杀 哼 楚行云冷哼 只见黑洞重剑朝前刺出 两者相聚一尺 那武林之笔就逐渐颤抖 光滑缓缓消散 完全没有刚才的声势 柳黑山神色一领 抬起头颅 便看到黑洞重剑朝他刺来 只要楚行云再近半步 他将布弟子之后尘 死无全尸 嗡 剑锋越来越急 越来越近 就在降临到柳黑山眉心的一瞬间 黑洞重剑突然停了下来 那一股灵力剑锋扫过 撕裂了柳黑山的面庞 令他发出一道道宛若杀猪般的哀嚎声 本就遍布皱纹的阴冷面庞 变得更加猙獰 鲜血似流 本章完 第589章 随时能入若新渊 小说 林剑尊 作者 云天空 柳黑山的身体 从半空落下 喷涌出的鲜血中 都夹杂着灵力剑气 灵海震荡 似乎随时都会完全崩溃掉 他感受着严重伤势 心中却翻腾起强烈的后悔之色 楚行云的实力 太强 根本无法用常理去衡量 即便对上柳诗运 也有一战之力 但可笑如他们 却一度看低楚行云 觉得他徒有虚名 作为代价 柳家辛苦培养的实名林镇天才 全都死了 就连柳黑山也身受重伤 小命被楚行云捏在手中 生死不由己 目光缓缓一过去 一张冰冷妖郡的面庞 映入柳黑山的眼瞳中 让他心神大震 恍惚间 居然有种被魔神凝视的森然感觉 柳梦烟现在的情况如何 一道冰冷自阴 从楚行云的嘴中吐出 柳黑山曾经如洛星渊 布置索星古镇 他对柳梦烟的情况最为了解 这就是为何 楚行云留下了他的狗命 柳梦烟 听到这个名字 柳黑山惊了下 关于柳梦烟的事 不管在星辰古宗 还是万剑阁 都是禁忌中的禁忌 嫌有人知晓 眼前这名洛云建主 年岁稍小 怎会知道柳梦烟 我知道他被关押在洛星渊 也知道索星古镇的存在 所以 我劝你实话实说 否则的话 一切后果自负 楚行云手持黑洞重剑 剑银升起 震撼八方虚空 柳黑山的身体不断颤抖 他发现 自己根本看不透这名青年 无奈下 只得深深地叹了口气 神色变得萎靡 他道 洛星渊是一处绝地 充斥着灾祸之气 而柳梦烟被关押在一片地缝之中 地缝位于洛星渊中央 是灾祸之气的起源地 柳黑山知道自己落入死地 为了求生 他将所有事情都叙述了一遍 这些话音落在楚行云的耳中 让他心神冰冷 杀意肆虐于心胸 在昨夜 他就知道了柳梦烟的处境 但此刻完全知晓后 才发现自己所知道的 不过是冰山一脚罢了 生不如死这四字 根本无法形容柳梦烟所承受的折磨 哪怕是五毒自创的最歹毒刑法 也不过如此 而且 柳梦烟承受这等痛苦 整整十八年 十八年来 每日每夜 每时每刻 他都常办痛苦和孤独 有时 还要承受他人之谩骂 听着这些话音 楚行云的脸上 却无任何表情 他看上去很平静 但平静之下 却暗藏惊天杀念 如风暴 足以毁天灭地 许久后 柳黑山指住话音 对着楚行云说道 我所知道的 已经完完全全说了一遍 不知 落云建筑可还有疑惑 我听说柳问天 曾去看过柳梦烟 你可知何事 楚行云与风一转 继续发问 柳黑山摇摇头 回道 当年发生的事 影响极大 老家主和宗族的态度 我们都不甚了解 每次老家主探望柳梦烟 我们都不得亏死 不过 柳梦烟作为新城古宗第一天才 身上多半藏有什么惊天秘密 不然的话 他当年早就被处死 根本不可能苟活到今天 当初万剑阁的态度虽然强硬 但里面的真相到底如何 谁都说不准 柳黑山淡淡笑着 立刻补充一句 今天秘密吗 楚行云将这句话记在心中 神色威灵 道 你的身上 可有洛兴渊的详细地图 那是自然 柳黑山不敢大意 立刻从储物界中 拿出一张地图卷轴 楚行云伸手接过 地图打开 里面对洛兴渊的描述极为的详细 就连锁星古镇的镇眼布局 都有严谨标注 感觉到楚行云身上的冷意 稍微消散些许 柳黑山终于松了口气 宫声道 洛云建主 不知你和柳梦烟是何关系 为何突然要问起她 她是我的母亲 楚行云扫视着地图 随口答道 原来如此 柳梦烟是您的 柳黑山的话音戛然而止 双眸一颤 宛若听到什么不可思议之事 瞳孔不断放大 她感觉脑海一炸 洛云 全是柳梦烟的儿子 作为赫赫有名的林镇大师 柳黑山对于当年之事 也有极深的了解 她知道 柳梦烟留下了一个孽种 名为楚行云 被抛弃在流云皇朝 这件事过去了十八年 知道的人不多 对于这个孽种 人群更是毫无记忆 即便记得 也不会深究 只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罢了 毫无价值可言 若不是楚行云提起 柳黑山也不会有任何记忆 当年至今过去了十八年 而洛云的年纪 恰好也是十八岁 听闻洛云 崛起于流云皇朝的一个偏远城池 而楚行云所在之地 也是流云皇朝 也是一座偏远城池 但凡是参加六宗大笔之人 都将直接前往宗族 而洛云 却独自一人来到空心城 并且暗中调查柳梦烟的事 更为重要的是 他的名字之中 也有个云字 一条条线索 在柳黑山的脑海中浮起 他发现 这些看似凌乱的信息 当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却是如此的合理 既然他来这里的目的 是为了调查柳梦烟的事 那么他今日的举动 也必定是因为这个缘由 他 并非鲁莽愚蠢之辈 相反 他的城府极深 把所有人都骗了 柳黑山的心神 彻底变得冰冷起来 一名无父无母的孤儿 崛起于偏远城池 一步一个脚印 进入皇朝 踏进万剑阁 成为叱咤风云的一方建筑 最后 还来到星辰古宗 暗中搅弄风云 如此信息 太震撼人心了 这般城府 说是帷幄千里都不为过 论手段 穷极整座星辰古宗 恐怕无人是辞子的对手 柳黑山心中充满惊叹 脑海中 更是突然想到 他刚才所说的话语 一瞬间 他的脸色变得 无比苍白 双膝直接跪下 高呼道 落云见主 我之前所做的一切事情 并非出自本意 都是被宗族所逼 还请你饶过我这条狗命 那座索星古镇 是由我亲自布下 只要你一句话 我立刻可以带你安然进入 从此以后 我就是你最忠实的奴仆 为你马首试斩 说话间 柳黑山不断地磕头 他还不想死 想继续活下去 况且 经过这件事 他深深感觉到 楚行云的神秘莫测 若能攀上这条大船 将来成就 必定不可限量 一名六级灵阵师 天灵五重天的强者 地位不低 在哪里都是重要人物 从我踏出阁楼的那一刻开始 你的性命 就被宣判了死刑 否则 我岂会跟你说出我的身份 楚行云目光扫向对方 让柳黑山的脸色铁青 心脏狂跳 有种死亡降临之感 至于你的作用 的确有 但对我来说 却是可有可无 即便你不说出 索性骨阵的存在 我都可以随时进入洛星渊 所以 你还是安心去吧 楚行云话音落下 黑洞扫荡而过 剑锋斩下 朝柳黑山劈去 柳黑山大吼一声 立刻出手抵抗 但他的实力 远远落后于楚行云 紧瞬间 身体 就被剑锋所笼罩 身躯一颤 炸裂成漫天血污 柳黑山 柳家第一灵镇大师 于 本章完 第五百九十章 莫要多废唇舌 小说 林剑尊 作者 云天空 扑通扑通 血污落入湖泊之中 发出一道道闷尘声音 弥漫在虚空中的血腥味 更加刺鼻 但楚行云 对此毫无表情变化 依旧冷漠如霜 洛星渊内的索性古镇 乃是由柳黑山一手布下 其余十名弟子 则是他的助手 因为他们 柳梦烟承受着 更为惨烈的折磨 甚至 还会因此丢掉性命 这些人 该死 剑气继续呼啸而过 将血污搅得更为粉碎 楚行云眼神淡漠地扫射一眼 这才跨出脚步 朝着阵外的方向走去 此刻 阁楼上的人群等候多时 透出焦急神色 他们的目光 无不是聚焦在湖泊中央 想要迫切地知道切磋结果 奈何 那片区域被浓厚水雾笼罩住 任何灵力都无法渗入 就连刘古琼的天地之力 都先有成效 这点 更是让人群充满了好奇 只不过 他们表情虽期待 但心中还是觉得 此战的胜者 必定是柳黑山 一座六级灵阵 何其的强大 况且 柳黑山亲自主持 能完全激发出 振兴所龙阵的精髓所在 楚行云的剑术在强横 终究无法施展开来 有动静啊 就在这时 柳古琼突然感觉到了一股气息波动 他的心中 同样觉得柳黑山必胜无疑 但不知为何 此时 他心里的那种不祥征兆 更加强烈了 心神莫名悸动起来 啪哒 浓厚水雾之中 一名身穿黑衣的俊逸青年走出 当看到这名青年的时候 人群神色一愣 目光在跳 却发现楚行云的身后 并无人影走出 一片寂静 静得有些甚人 楚行云表情平淡 一步步走出湖泊 带他走到阁楼之前 柳观音急忙走了过来 先是看了湖泊一眼 见依旧没有动静 不由出声道 落云见主 黑山长老去了何处 闻言 楚行云这才抬头 这一瞬间 所有人的目光都降临下来 却见楚行云顿了顿 身体侧开 伸出一根手指 遥遥指向湖泊的中央位置 呼 一道狂风扫过 荡漾起重重连依 浓厚水雾逐渐消散 一股引人作呕的血腥味 扑鼻而来 令人群立刻皱紧了眉头 下一瞬 在他们惊叉的注视下 整片湖泊 居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得腥红 这 看到这一幕 柳观音惊呆了 他清楚感觉到 柳黑山等人的气息 彻底消失 而刚才他们所站立之地 化为了一片血湖 湖水上 更是漂浮着一片片血肉碎片 让空间变得异常惊悚 刚才一战 我胜 他们败 所以 他们全死了 楚行云诞生说道 直接无视了目瞪口袋的柳观音 步伐继续朝前踏去 死 死了 人群听到楚行云的话 心神疯狂颤抖 柳黑山和七名临阵天才 败了 而且还死了 就死在这片湖泊之中 尸骨无存 这一瞬间 连柳诗运也露出了金蓉 翘脸变得苍白 他一幕 看向楚行云 后者脸上的平静 淡漠 仿佛只是做了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 根本没记挂在心中 落云建主 你虽地位超然 但我柳家 也不是任由你揉捏的软柿子 一道暴怒吼声 从柳谷琼的嘴中吐出 柳家第一灵阵大师 允落 实名苦心培养的灵阵天才 身亡 这样的打击太沉重 身为柳家家主的柳谷琼 岂能继续忍耐 他一脚跨出 身上威势降下 如山 压迫着整一片虚空 也降临到楚行云的身上 让他的身体 微微颤抖了下 柳家主 我不懂你的话 面对着暴怒的柳谷琼 楚行云却是一笑 笑得很灿烂 温润 如同林家少年 切磋 本就应该和和气气 你如何破开阵心锁龙阵 我不得而知 但你绝不能对黑山长老出手 更不得狠下杀心 柳谷琼大吼 怒气喷勃 仿佛整个空间 都在瑟瑟发抖 杀与不杀 全凭我一念为之 似乎跟柳家主 没太大关系吧 楚行云的眼中略过冷芒 剑阴呼啸 将那股威势都撕裂掉 楚行云直面 刘谷琼 不退 再进一步 啊 更何况 在出手之前 我就当仲明说 此战我不会留情 现在 我的确没有留情 把他们都杀了 有问题吗 那按照你的意思 你出手杀人 合情合理 刘谷琼怒极反笑 他现在 心里充满了杀念 恨不得立刻杀了楚行云 是否符合情理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人 我已经杀了 不管你如何质问 都不可能死而复生 既然如此 我劝你还是闭嘴 莫要多费唇舌 楚行云耸了耸肩 衣袖轻浮 露出了腰间的一枚古老令牌 那枚古老令牌 唯有参加六宗大笔之人 方才能够拥有 此令 意义非凡 持令者 在六宗大笔开始前 都将得到豁免 任何势力不得伤之 更不得按下毒手 若有违背 将遭受到六大宗门的联合追杀 刘谷琼自然看到了古老令牌 这一刹那 他心中的熊熊怒火 几乎要焚尽他的身体 杀意重重 染红了双眸 心神更是阴冷到极点 但 他终究忍住了 忍住了澎湃杀意 这笔账 我会记在心中 六宗大笔之后 我绝不会饶你 刘谷琼咬牙切齿地说道 六宗大笔后 他必杀楚行云 好 我等着 楚行云笑了笑 那笑页净透着一丝神秘之感 目光缓缓一开 台步继续朝前走去 准备离开阁楼 一名林镇大师 十名林镇天才 全都死在洛云剑主的手中 看来柳家的威名 也不过如此 这时 一道无比刺耳的女声响起 叶谦寒脸上充斥着嘲讽之意 对着刘谷琼笑道 希望经过此事 柳家主能好好整顿柳家 莫要让千百年的基业 就这般毁于一旦 说着 他发出一连串笑声 连不微挪 也不愿再次久待 人群死死盯着夜千寒 身上不断涌出寒意 尤其是那些柳家青年 神色暴怒 面容铁青 浑身气得不断发抖 我柳家的私事 还轮不到九寒宫来指指点点 你们是客 就应该礼敬主人 毕竟古语有言 宣兵夺主 不得好死 一名灰衣青年走了出来 冷声做出回应 夜千寒突然停下脚步 他那张冰冷面旁上 毫无争照地掀起了一抹弧度 只不过 这抹弧度并无美感 很冷 夹杂着残忍 咻 不等他出言半句 一道刺耳破风声响起 请客 那名灰衣青年 感觉心脏猛然颤抖了下 一股冰冷至极的冰冷寒风 突兀间迎面扫来 将他的身体完全笼罩住 本章完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